来看第一个新闻 林依晨聚当草莓族看一下新闻 七年级生被称作为草莓族 林依晨第一个不服气 事业学业两得意的他 借着头发用品的活动 带着师妹和大学学生们向社会呛响 他们绝对不是不堪一击的草莓族 那要用什么样的水果来做代表呢 我觉得我应该比较像苹果 因为苹果感觉是那种很坚强的 对 人家是很坚强的那种态度 林依晨带着大家宣誓七年级世代新组章 可是宣誓的时候依晨吐嘴了一下 我要我的爱情更缉分 我要我的爱情 我要我的学业 这不行 我东西又很顺利啦 对 只是课业已经毕业了 所以可能在心中的压力轻了一点 潜意识就就先又再念一句爱情 对 但是三样都很重要 七年级世代新组章提到要顺自己的一些生活 要对自己的学业负责 还要有缤分的爱情 一全似乎都做到了 只缺爱情这一项 其实缤分是希望它能够多彩多姿 但是每一段感情都要专注认真 你可能会有很多段 但是并不是同时进行 明年都很高分就不好玩了嘛 所以可能明年或后点吧 对啊 不急 不急预示 杨艺华 吴玉婷 采访报道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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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